9年前刚上线时的亚索,简直强得一塌糊涂 可以说,亚索一惊上线就成了中路一格 压得当时所有传统法师喘不过气 甚至一度改变了当时中路的生态环境 那么那时的亚索到底强在哪些地方呢? 首先,当时被动提供的护盾是60到650点,持续2秒 无论是盾的厚度还是持续时间都比现在好 其次,当初科技能斩风的时间长达10秒 如今只有6秒了 要知道,10秒的龙卷风能对敌人造成十分强大的威慑力 当时有龙卷风在手的亚索,让对面连兵都不敢补 而W技能当时有一个被动 亚索冲刺时,会额外获得20%的冲能效果 这让亚索在兑现时,能快速叠好护盾 E技能是亚索兑现的灵魂技能 有1.0的AP加成,并且拥有4次增伤 记得还有不少九花哥,玩起了AP亚索 那时的亚索基本上都是主意的 并和W技能被动的叠护盾效果 1级就可以无脑衣裳去消耗 而对面却只能打掉亚索的盾 经常在6级前就能把对面法师打得生活不能自理 而亚索的大招,当初更是拥有1500码的距离 基本上就是一个屏幕的范围 并且当时50%的护甲穿透,是无需暴击的 那时的亚索,剑刀加无尽,就能横行召唤师峡谷 真正成为了一个疯一样的男人 哪里像现在,真是狗都不玩